为了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 罗东镇长吴秋林宣布 这名家中第一胎的幼儿 就读正立幼儿园 每个月1500元的学费 邮政工作补助 等于一年可以省下16500元 家长只需要缴交学童的保险费 以及搭乘娃娃车的交通费 另外公所也将花费150万元 来添购两座的大型游乐设施 并且更新各班级的教具 还加入了美语课程 让正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可以接触多元的语言 都东尼那熊年后 大 今年的8月15 入学了以后的小朋友 他要取得这个 我们的罗农镇的这个 入籍罗农镇的这个小朋友呢 他们的这个学费 通通由公所来出 所以呢 这一学期他只要教什么 他只要交他的保险费 175元 然后呢 他如果有搭娃娃车的话 交通费当然是由家长来出 所以呢 他只要出这两个费用而已 希望说 我们这里的家长 尤其爸爸妈妈 能够放心的生 然后呢 能够轻松的养 我们的教学的环境 那么第一 正立幼儿园家 我们要设立两个大型的 这个游乐的这个器材 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游戏当中去学习 他怎么样子来合群 怎么样子来这个 让他的生活 更能够锻炼他的身体 工作推出 达职免金的优惠 从今年8月份开始实施 只要是涉及在罗东镇 家有第一胎幼儿 就读罗东镇立幼儿园 就可以提出申请 一年可以省下一万多元的支出 让家长的荷包很有感 我们非常感谢罗东镇公所 一个月保贴一千五百块 会免费的幽费 对我们少年人的帮助 非常地大 非常感谢罗东镇公所 这次的福利 减轻很多负担 因为原本要照顾一个大的 然后现在第二个又快要蹦出来 就会觉得说 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政长这是 就是补助那个学费的部分 就是大的就不用缴那么多钱了 真的减轻很多负担 所以我很开心说 今年学校看好有这个 有这个样的课程 然后让他们学习到很多 然后也可以就是 怎么讲 减免就是家长 就是对小孩子的忧愁 就是说他们学的不多这样子 怕说以后衔接补杀 好险学校有这样 所以也让我们就是 减轻很多负担 我们家是三个都在正立读 这样然后就其实减免很多 对 所以就是还蛮开心说 谢谢政长有给我们这样的补助 罗东正公所表示 罗东正立幼儿园 不仅提供优质的托育环境 现在更透过学费补助 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夫妻 放心生 轻松养 努力生产 为国家培育优秀的人才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